全新单元 Go Go 全新单元 注意 时间紧迫 寻找 意外 不安 全新单元案发现场 欢迎何家观赏 周八密集强打 五里头猜迷王 看谁最爱演 你也来猜猜看 是谁站着睡觉 是谁踩着冰块灯 五里头猜迷王 要你好看 所有精彩内容 广告之后马上登场 五里头猜猜看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么欢迎Roco King Jeky War 高雄天王 看上去 厲害了 馬上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 金潮 玉芳 我們的小燕子 張本渝 沛珍 後面是我們可愛的潘蕙如 百萬公司 打九折 羽繡家 現在我們所有好朋友看到今天這個陣仗 就知道我們的節目又改新型態了 在現場除了有JQ還有我們可愛的康康 今天每一位小姐穿得好辣來到我們現場 但是我們希望大家每一個rapper的時候 同樣給她最熱情的掌聲 OK 給我 給我 啊 啊 吳宗憲 唯有她最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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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最 嗨 嗨 嗨 接著下來介紹這兩位好朋友 他們的rapper 其實 我替他們好擔心 因為他們的rapper 我也很擔心 聽起來好像數來寶 他的肉口令 耶 那就趕快來歡迎我們的 玉芳鮮 謝金燕 好 藝橋 很游 你是哪 妳是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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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方 欲芳最大至四方 實在不一樣 二 雷 雷聲小樣子 時間點樣樣都很棒 身影找不到好像 我才感覺到的頭到家 欲芳今日別再唱 拜託不要再唱 愛國生成語 聽到他們兩個姐妹 偷上一起歌來 真的讓我們覺得好開心 接著下來這兩位 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一起來歡迎兩位超級辣妹 本雲 佩珍 本雲 剛剛那個傢伙說我要把那個張本雲 這根本是胡說八道 雖然它是我喜歡的對象 當時當朋友可以一生 當那個 非常羨慕蔣偉雯 我也不要亂講話 我們兩個好姐妹 還一起上節目 很羨慕 別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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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這兩位 很不搭搭 但是已經來到我們現場 歡迎 潘輝如 李舊澤 Yeah 居然 Full Woo YA YA YEAH 9 都 98 7 8 8 Ver YOU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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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魏污 es yeah 久徹 微乳 微乳 很漂亮 微乳 微乳我很喜歡 微乳 微乳 Yenge 听到這麼多的好朋友們 他們來了這麼精彩的RAP 讓我們覺得好開心 但是 一場成功的演出 最重要還不是表演的人 是誰知道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謝謝 謝謝 這個就厲害了有沒有看到 好累 你都不會喘 對啊 我怎麼不會喘 開玩笑 年輕人怎麼可以喘對不對 看到我們這個開場 這個排場 這個開頭就知道什麼你知道嗎 什麼呢 我們的節目又有新單元要推出了 而且今天都打美女排 不得了 無緣無故安排一個圖案在這邊 對…真的是相當的突兀 對啊 一開始真的要恭喜 你看最近剛剛結婚 明天還是結婚 結婚… 就是你本人 我跟你講 今天很好的日子 今天是我單身的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恭喜 我明天就要結婚了 我跟妳講 現在真正讓我們大家覺得 因為當天的時候小燕子也在 看到掉眼淚 對啊 對啊 她心裡一定很尖叫 所謂的尖叫 閩南語叫幹狗 沒有啦 還替她開心 照理講 我又不是比喻風差 為什麼是她先嫁人 難道就是所謂的 腿開錢就來嗎 但我不會說 好朋友 對啊 好朋友 對啊 妳會不會埋怨自己都還沒有交到男朋友 當然會埋怨啊 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姊妹她我最正 為什麼這樣 妳還滿堅持的嘛妳 到現在還是這樣 不過今天剛開這個 你們兩位住場我們覺得合理 好姊妹嘛 為什麼 另外兩個好姊妹 我們就是真的 誰不是… 誰不是好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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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佩甄跟北瑜 對啊 你們兩位 我從來不知道你們兩個是好姊妹耶 我來講… 我這個人最喜歡講八卦 是… 她們同時愛上吳大衛嗎 真的 喂 哪有 不要亂講 好物不堅定 對啊 就是三片吐司裡面 艾莉克斯 跟她們兩位同時都有一段感情 什麼愛莉克斯 不亂講 是加冠好 喂 對…加冠好 好好加油 兩位還在後面互相調肩帶什麼 很好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好 好姊妹 對啊 不要藝能界裡面 好像今天跟這個人分手 又嫁給那個人 把兩個人變成仇人 你多久沒跟詹人熊想話 真的嗎 就是嘛… 他該講別人 新節目有必要這樣子弄我嗎 很可憐 不會啦… 還有一位 李久澤有出唱片 讓他唱一段 對 好可憐都沒唱 好 新歌叫做 好了… 這首歌叫 之前妳的首 好好聽喔 余芳姐剛剛結婚了 所以這首歌我給妳 來… 來… 喔… 因為妳我願妳說 只牽妳的手 就算世界有盡頭 我只牽妳的手 別怕有我那麼多 我只牽妳的手 把我放在妳心中 牽著我的手 謝謝 文藝出唱片的就是這樣 各位…真的 我要跟你講 小燕子真的也有出唱片 這個嗆聲 對… 好 而且玉芳姐也會跳那個歌 而且我要邀我的好姐妹一起跳 乾脆這樣 好了 咱們直接來Techno音樂 來 去那裡 嗆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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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買 掌聲鼓勵 來 這個 喂 玉小發 我們這個真的夠意思吧 讓你們兩個自唱自跳 等於美容院自吹自喜 好不好 好了 馬上要進入咱們第一單元 叫做無厘頭猜迷王 好 猜迷疫情邦 全能綜藝星挑戰 清涼消暑就在週日八點檔 先走開廣告之後 馬上回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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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ky Go Come on Janky Let's Go 馬上進入咱們無厘頭 猜迷王 向右 嘿嘿嘿嘿 Yeah 厲害了 這個全新的單元 讓大家在暑假的時候 好好動動腦一下 對不對 人的人腦經常使用的話 越來越靈活 對不對 不要這個長個子不長腦子 那就完蛋了 馬上來看看今天的題目 題目內容 康康跟我們解釋一下 題目內容 這個我帶了兩個美女 一個是裴林 一個是這個趙文卓 去做什麼呢 卓文軒 趙文 趙文卓應該是功夫的吧 這個名字幹嘛 去趙文卓 趙文軒 卓文軒 卓文軒真的是有口力 苗可力…苗秀莉 苗可秀 對啊 胡宗憲 楊宗憲 那差很多 胡宗憲 楊宗憲 姚財穎 這個有緋文…是不是 好不好 三個人去泡 對 泡溫泉 然後其中有一個溫泉 它是冰的 馬上來看看我們第一道題目 我裡頭猜迷王 Action 無裡頭猜迷王就是為了考驗出題藝人的演技 與猜迷藝人的演力所企劃的全新單元 今天我們來到了台北金山 到底有哪些藝人來幫我們出題呢 有綜藝仙天王 康康 演過校園洗漱電影 好像搞笑功力過人 甜美的裴玲 參與演出偶像劇演技派小天后 還有可愛的佐兒溫生 七七姐的星星演藝之路無可限量 非常怕冷 但是也很怕熱 那至於我的演技 我是走那個自然派的 所以大家要猜到的話 可能會滿難的 如果我猜到的話 我就被泡十分鐘 其實我演戲最近才剛開始演啦 那演技好不好的這件事情呢 真的是看個人的造化 跟每個人的感官不一樣 那希望今天可以發揮我的演技 然後淋漓盡致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喂 人家在脫襪子幹嘛偷拍啊 一大早七八點就來這邊說要泡溫泉 而且我還感冒 感冒要泡溫泉很好一定會好嘛 錯 泡冰的耶 冰的耶 冰的 我要冰的啦 不是冰的 好啦 誰叫Mono走的呢 這個很困難的就留給我來吧 憲哥 幹你還能紅多久 而這次出題的地方是在金山 三間風景優美的溫泉旅館泡溫泉 這三個溫泉之中 有一個可是冷泉啊 而我們的工作人員會以燒煙機 還有乾冰 來混淆我們的菜提藝人們啊 到底康康 肥林還有卓溫泉 能不能以他們精湛的演技 讓大家真假難辨 嘿嘿 這溫度不到十度的假溫泉 到底誰能猜得到呢 康康三人第一個要泡的溫泉 就是位於金山鄉的巴燕溫泉會館 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裸湯 可以遠眺陽明山的景色唷 嘿嘿 在這風景依然的露天風雨 會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康哥快點來 康小健的泳褲 怎麼這麼舒服 這麼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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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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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很舒服 沒有 是真舒服還是假舒服 接下來才是演技考驗的開始 其實啊 在溫泉裡面啊 吃甜筒有一個口訣 還有口訣 還有口訣 什麼口訣 那要講完口訣他能吃就是 對 什麼口訣 你一口啊 我一口 我們倆是小兩口 你一口啊 我一口 我們倆是小兩口 我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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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吃甜筒泡溫泉 你們三個會不會太享受了 而這個溫泉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咧 第二個要泡的溫泉就是位於萬里鄉的喜凱雅溫泉酒店 這裡的觀景石浴池以及海底溫泉更是獨具特色呀 而這個露天溫泉池會不會是假的呢 好棒喔 很棒喔 很棒 很棒 誰先笑 當然是 誰先笑 加油 是燙的表情嗎 欸 很舒服耶 是嗎 是嗎 真的嗎 那我們倆就吃下去 好 你們不笑啊 我都看到了 哪一樣 幹嘛 好美 來 笑 好舒服 來 你們有沒有玩過那個野球拳 沒有 下面野球拳接下來完成過程 會不會讓你看出破綻呢 你怎麼說 不要… 不要… 你說… 知道我對NONO的想念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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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不要再繼續挑戰 好 準備 好了嗎 一 二 三 好舒服 好溫暖 別噴啦 別噴啦 看到裴玲這種表情 說不定是個重要的線索 到底這個溫泉 什麼低於十度呢 而第三個要泡的溫泉 是坐落於金山巷 集聚設計感的陽明溫泉會館 浸泡在白黃溫泉中 同樣也可以欣賞美妙的景致 而康康 裴玲 卓溫軒三個人 會不會露出馬腳呢 燙喔 好溫喔 好溫喔 來來來 來來來 好燙喔 好溫喔 您說你們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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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溫喔 還有這裡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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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別的服務 有 這邊還有一個特別的雜物 對 不過要請你先戴眼罩 先是要先戴眼罩 我們真的都想特別 戴什麼照 眼眼罩 眼罩 眼罩 誰當然是眼罩了 難不成是男 另類的SPA馬上登場 我們想幫你腳底按 順家把你的腳伸起來 但是呢 我們今天呢 不是用手按 而是用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東西按 你要猜這個東西是什麼 是我們日常生活的 不見 不見 很溫暖是不是 很恐怖耶 來來來 好嗎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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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那麼痛啊 趕快揭曉 這個另類SPA 會不會有點臭啊 接下來又是什麼關心呢 你不要沒換東西啊 有 腳直層或是腳 感覺可以換不到嗎 感覺 你要揭曉嗎 請坐 我拿 菜鍋布 好 不錯 好 給我看 你這講好第二樣是菜鍋布啊 怎麼會拿這種 加起來 跟女的胸部一樣 太過分了 有 三人享受著另類SPA的同時 看出破綻了嗎 這個溫泉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開開開 你可要看清楚 希望明白了 以上三個哪個是冷泉呢 這個就厲害了 剛剛我們突然間在討論 我就覺得你看 它這三窟裡面確定 有一個是在冷泉裡面 冷泉的溫度在10度C以下 一般的正常溫泉在43度 45度那個左右 有沒有 喜歡熱一點你就加熱一點 喜歡冷一點加一點冷水 如果喜歡吃辣的你放一點辣椒 加一點 麻辣鍋 是…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來猜猜看 到底康康泡到的哪一窟裡面 是冷泉 來 先來看看小慧 你們兩位覺得是哪一個 答案 三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有注意看到康哥 他的嘴唇顏色都變了 他變得比較紫色 第三個他們是在玩洗刷刷對不對 因為他泡很久 泡很久洗刷刷然後還… 人還泡到溫泉裡面 對 如果是熱的 對 那根本受不了 對 所以你們答案是3 對 因為康哥嘴唇都變色 所以我覺得它是冷的 可是我們有時候也可以演 但是你要知道 可是嘴唇的顏色你怎麼演 那天有戴那個 脫唇膏 沒有… 主要是為什麼 你知道再怎麼說 也很少有人一天連泡三瓦 三瓦 三瓦 所以泡到第三個位置 這一定臉色發白 來…我們玉芳 小燕子 1 吃冰淇淋那裡 為什麼 對 因為很明顯看得出來 第一哭的時候 他們就是有點表情遲緩 僵硬 然後臉色都蒼白 是嗎 什麼地方僵硬 有嗎 因為如果說是第二跟第三 因為有熱氣 所以熱氣他的頭髮會濕濕的 會塌塌的 我本來想提醒你們 但後來絕對不能講 為什麼 泡冷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 剛剛露點的是康康 你觀察他的點有沒有僵硬 像話嗎 好 來 再來 你們這邊的答案是 本瑜 佩蓁 我們決定是2號 312耶 他選2號的原因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前面兩組選了13 所以他選2 不是 我一早就講2號了 夠幸這麼倔強了 為什麼選2號 2號是玩水槍那裡 對… 有什麼疑問 本瑜先發現的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是 你又發現什麼 剛剛去泡溫泉的時候發現 冷泉通常不會太大吃 因為泡熱的比較多人在泡 那就錯了 錯了 錯了 真的 如果泉有那種可以游泳的 像游泳池一樣 我跟你講 剛剛其實我的答案已經出來 我就問看看 我說答案就是哪一個 嚇了一跳 為什麼 大家應該要知道 我不知道 你還會真的 幹嘛這樣嚇人 因為 因為冷池 旁邊一定有一個熱池 對 它不會單獨存在 那個叫三溫暖在玩的 你一定熱的泡一泡的 然後身體很燙 40幾度對不對 對 好 好 那大家的答案的意見非常分歧 有1 有2 有3 3 1 2 那麼我們現在要一起來揭曉 到底我們正確答案是什麼 誰泡到冷泉呢 請看正結 好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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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大白天耶 坐下去整個腳都麻了 整個雞皮疙瘩 我們演得好嗎 你們答對了嗎 答對了耶 恭喜我們小慧還有我們李久哲 厲害的恭喜獲得猴子一隻 李久哲不是啦 沒有啊 沒有 看他看我看看 他們是3號 沒有 他偷感 我們都說1號 他偷感 1號的John1不是那麼好 了解… 請看VCR 推下去斬了像話 人家真正答對的時候我們第一位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從畫面去判斷 有時候我們剛剛講有沒有 旁邊要有一個詞什麼 這個是一種錯誤的說法 誤導 不好意思… 還有一道題目好不好 好好加油 你們有沒有泡過印象深刻的溫泉 等一下 憲哥 我們得一隻是很感動的事情 是… 但是他們都沒有任何懲罰嗎 對啊 為什麼 我們得到他也沒什麼快感 沒有… 因為得獎的是小猴子 沒得獎的是大猩猩 好啦 大猩猩出現了 大猩猩 大猩猩 淡猩 大猩猩 不是 不是啊 你們人家要幹嘛 這幹嘛 人家要懲罰不會退到旁邊去 你們等一下 他在 chron 他在 chron 製作單位設計得不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這兩隻星星他們 他們還沒加入製作單位 以前它是什麼行業 他們是果農 果農 果農 對… 那他們水果的產季要噴蟲 好的 厲害了 我們請看下一道題目 廣告之後 馬上登場 今天的屋裡頭 猜謎王 挑戰的項目就是 封手刀 今天挑戰的藝人有誰呢 沒辦法 時事入口 他不入口了 肚子會餓 還誰 綜藝人既往坑坑 殺 殺 客家一個小鐘 青春猛男歐滴 有個之遇 請問要點什麼日本料理 來 不是 好 今天是空手刀 烏死 烏死 什麼 為什麼要 你根本 烏死 是沒有吃飯嗎 不是 烏死 不是 烏死 是這個空手刀在日本裡面的這個術語 日本話 烏死 你剛剛 烏死是什麼 烏死 這是客家話 大便 可以 那我要講一句 好 來 手給我 翻山 翻山 日本的 日本的 日本的萬歲不是叫 放山嗎 然後萬歲叫 廖山 廖山 不是 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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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亂講 是 今天來這邊 不是開玩笑 來 好不好 行家一出手 變之有沒有 來 我們的教練 朱教練 歡迎他 空手刀達人 朱雪昌 從學生時期 就主修空手刀的他 更遠赴日本最大流派的松桃館修煉 曾打入全日本空手刀錦標賽重量級 前八協用 今天要先來軟身一下吧 是的 他們今天就說有備而來 有沒有 我們這兩個人都身懷絕技 對啊 這個第殺技就是下腰 下腰 來表演一下下腰 來 讓我看 什麼意思啊 嚇到了嗎 不錯吧 怎麼樣 這個下腰有得到暖身的作用嗎 來 到你 朝天正就是把腳拿到後面 好 好 好 OK 氣功… 好 好 3 2 1 1 別鬧啦 今天的菜謎挑戰到底是什麼呢 好 那麼我們第一個考題 教練你要考我們什麼呢 我想我就來考大家精神氣勢上的東西 氣勢啊 喊聲 氣勢 喊聲 不是氣勢喔 喊聲 空手道的專業的術語叫做喊聲 像李小龍會講 嘩啦 是這種 啊你們是 嘩啦 我們是 A 嘿 來 嘿 對 A喔 就是攻擊的時候 你的精神要跟你的動作技術合而為一 叫做喊聲 喊聲 那我們都喊A 因為喊A 你喊哈氣勢散喊A 那個丹田的氣才會灌出來 教練 這個我們學得很好 我們學綜藝都學得很好 只要他講梗的時候 然後講歪掉就 A A 結果啊我後來就在那個女生家裡過夜 A A 是這個感覺嗎 是嗎 但是不能拉長音 要短 它短的 對 要短 要簡潔有力 而且 動作要跟著你 那你示範一下 我們看看 我們看一下 好 好 教練 我在美國曾經看過格鬥大賽 是 他們打拳就是 A 這是麥克風鬧龍啊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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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人 A A 陳榮大哥 小鐘 捕到你了 小鐘 小鐘 來 來 準備好 小鐘 他搭了你 小鐘 他搭了你 小鐘 他搭了你 小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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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沒錯 今天的參謎挑戰 就是空手道的喊聲 看看三位在教練的魔鬼訓練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心得呢 一 二 練個鬼 我小時候就從國小第三名的 國小第三名的 練 空手破西瓜 你看下人會這樣 一 二 一 二 各位來評分 我跟你講 我小鐘空手道 從小之變到大 我跟你講 二 嘿嘿嘿 你的智慧是什麼 登登登登 有獎盃可以來證實 我跟你講 第一 二 嘿嘿 以前到現在 我永遠都是自己 我跟你講 旋舞就不會錯了 YES 剛剛兩個 蛤 在我目前爽大刀 哪有獎盃 獎盃誰沒有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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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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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這三位分別出過上變的男人 誰才能發出最有威力的怒吼呢 看看他們第一回合的表現 歐地一把二十點八dB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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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騙人的小鐘94.2DB 表現切副自殺的康康 120.6DB 到底誰才是今天的喊聲王呢 現在就請大家用力的猜拟囉 好 好了 那麼大家有看到啊 這個各出其招有沒有看到 要讓声音能夠喊出來 這個有技巧的 因為聲音要夠集中 有沒有 比如說你喊得再大聲 沒有對準麥克風還是不行 這進不去 有沒有 但是小心喔 有些人故意用搞笑 讓你忽略了對他真的本質學能 剛剛第一個是歐弟最高 目前我們剛剛在練習的時候 歐弟 小鐘 但是別忘了小鐘唱起歌來 他的歌聲洪亮 有沒有 第三個是康康 到底哪一位 才是你心目當中的喊聲王 歡迎 來 小慧 我們選歐弟 妳這個還好出現在這個買馬 妳就輸死 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刪去法 因為小鐘唱歌都五音不全了 所以他一定會活兩步 對… 這麼說我們修比都華是被他害的 真的假的 來…小燕子你們選擇幾號 玉芳 我們選那個最帥的那一個 又最年輕的那一個 那就是 謝謝妳的支持 康哥 1號是歐弟 1號是歐弟是不是 歐弟 那就是1號歐弟 那不錯 因為那個是潘慧如講的啦 對 你也覺得是歐弟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最年輕 中氣十足 小鐘那個一看就知道被污染過了 是嗎 然後康哥的聲音比較低沉 比較緩慢 比較雅 對 比較雅 他那個要聽那個聲音 我們很多歌手 很多都是從費玉芹唱到郭金發 你知道嗎 剛出來好紅亮 然後唱到這個 對 就是照我們這個邏輯來看 所以絕對是1號歐弟 因為我們正好香飯 對 我們不覺得耶 我覺得薑是老的辣 對 你選小辣 你選老蛤蟆 對 而且因為老蛤蟆 他自己知道說比小蛤蟆還要老 所以他更會使出權力 對 奮力一搏 熟了 蘇人不能輸正 我的禁酒了 我的也是辣 醬是老的辣 那是好 還是有人選你 謝謝 謝謝 對啊 那小鐘 在家裡看電視會難過 小鐘難道只是來當副警的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欣欣你幫他拿一個吧 我們選小鐘 對啊 他有在看我們電視 我們請來看看 到底哪一位是我們真正的喊聲王 請看這些 最恐決戰 到底誰誰是今天的喊聲王 最恐怖的喊聲王呢 最後決勝 奧敬一百二十二點二DB 這回小鐘一百二十六點八DB 剛剛一百二十點六DB 最精淡的喊聲王就是 今天的冠軍是我們的小鐘 鼓勵一下 好可憐 好 恭喜了 那麼正確答案就是小鐘 再次證明一件事情 小鐘在我心目當中 只要是哪一類他都得第一名 你知道嗎 只要不花錢的他都得第一名 有沒有 在路上我都跟他講 小鐘你這幹嘛 人家前面車還沒走 綠燈他就拼命的按喇叭 我說你幹嘛按喇叭 他說 憲哥 喇叭不用錢 好 很神 所以很明顯的 只有我們欣欣得到一支 恭喜啦 打拓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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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p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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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好啦 那只有得到小猴子一支 那麼只要集合了兩隻小猴子 就可以獲得60萬元的獎金 我們看看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看看 有兩隻的嗎 有沒有 兩隻是60萬 剛好一隻而已 那這下次把這個獎金 累積到下一個單元 馬上進入我們下一單元 看誰最愛演 Let's go 厲害了 看誰最愛演 你們有沒有看到現在這兩個好姐妹 她們要來演戲啦 今天來了其實每一個都很會演 對啊 現在佩甄跟我們本魚在裡面 第一道題目很簡單 你們兩對好好來猜一下 到底誰躺在榻榻米上睡覺 那不然簡單嗎 所謂的躺的話 那就 簡單啊 簡單嗎 簡單嗎 但是有一個他不是躺 你知道嗎 兩個就躺在一起嗎 沒有… 他們分開躺 有1跟2你幫我看一下好不好 但是 但是 在舞台上你怎麼表現說我躺在床上 床可能是立起來 床是這樣 然後我是你老婆嗎 對 喂 然後兩個人轉過去還有有沒有 好像有地心引力 兩個兩個在吵架我 真的這個就是這樣 懂那意思了嗎 可以了嗎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好不好 只有一個是真的 第1號 請看 本魚在睡覺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來看配真的 不要笑場 夢見什麼 好 停 好 回來 來…兩位 你們答案是什麼 好 來 選1 1號 妳選 我選1號 因為佩甄就露出馬腳啦 是嗎 對啊 笑場 然後笑場之後 如果她是真的躺在榻榻米上 是會很穩 可以這樣子 對 結果她不太穩 整個人還飄起來是不是 佩甄很穩 然後反而我就會覺得是 本魚是假的 沒有 我們現在選真的 你的邏輯 更加剛好是逆個轉 邏輯對啊 怎麼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佩甄 是躺在榻榻米上睡覺 誰是真的躺在榻榻米上睡覺 那你們也換 你邏輯也跟她不一樣 就堅持 不跟妳一樣就對了 對啊 可是就是堅持走不一樣路線 有沒有 因為郁芳她演過舞台劇 對啊 所以你的答案是1 你認為張本雲是躺在她上面 因為她動作越少 是為了不要露出那個破綻 對 有時候她故意要演得 讓人家錯覺 我們一起看正結 來 請看 開始 Oh my goodness 所以正確點 接答是我們佩甄 來 來 答錯 我要結婚啊 我有結婚 我有結婚 妳為什麼太神經太大條了 人家躲起來半個鐘頭了 起來 還說好朋友 沒有 鐘頭 唉唷 這兩個人一直結婚 不行 我不要 我站起來你就會被你 沒有啦 不會 我們不是那種人 怎麼會 他們會這麼卑鄙嗎 喂 你總不能躲桌子下躲一輩子吧 好 來 所以有沒有看到 這個角度有沒有 但本魚演得好 妳就這樣演一次我們看看好不好 預備 Action 他還是有壓力壓在那個床上面 對 他故意因為要抵抗地心引力啊 好像喔 對 其實我一看頭髮我就看出來了 有沒有 再轉動一下 沒有 頭髮都噴得焦了 其實都會噴 妳再轉動 轉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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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鬼情未了 不要這樣嚇壞 但佩甄那個有沒有 因為她故意身體起來一下 你也演一次我們看一下 預備 Action 好 你看這樣就很像有沒有 她故意抵抗地心引力有沒有 還在笑起來 對… 厲害啦 好 給她們熱情掌聲鼓勵一下 你演這個聲音 因為你腰腰一直出力 我腰都快斷了 枕頭太高了就對了 有一點 但睡覺的時候聽說枕頭高一點 會比較舒服 因為高枕無憂 有沒有聽過 有… 但其實枕頭太高 睡得對脖子不舒服的 會有景觀 好 我們先把幕放下來 馬上進入我們第二道題目 誰在榻榻米上做 仰臥起坐 來 不錯 本魚的腰力還不錯 這是我們的 所以你看這個腰要好 身體要好 就是要靠腰力 好 要靠腰 好的 這是No.1 以後找本魚 馬上來看看佩甄的表演 請看 2號 來 他也搞不好要讓人家錯覺 對…他這個應該屬於叫做 僵直性脊椎炎 好 好 好 那麼 好 兩隊應該有答案了吧 2號 是嗎 好像 怎麼說 配件 假裝不能做 可是真的是他 其實他是站著的 對 只是假裝 No…我覺得他是在榻榻米上 那個 他是真的躺著 誰在榻榻米上 對 佩甄 他說佩甄真的 就是躺著 佩甄是躺著的 對… 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他真的做不起來 好 那你們在這邊的答案 基本上幾號更沒有…不需要 就是他答什麼 我們就是答反的那個 所以他是佩甄在榻榻米上 那我們答案就是佩甄他不在榻榻米上 佩甄是張榻米 本魚在榻榻米上 沒錯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 到底正確答案是什麼 請看 請再做一次 正確答案張本魚答錯 我知道 潘慧如 李久澤是為了要英雄救美 所以他故意答錯 對啊 真是的 潘慧如 你們可不可以去買股票 你買的那隻我就不買 好嗎 有沒有看到 兩位表演得非常好 謝謝 所以我們答對的時候 小慧這邊 小慧這邊 小慧是我們的 玉芳還有我們的謝金言 還有小燕子 恭喜他們 馬上換手 玉芳跟小燕子 你們來演好了好不好 看誰最愛演 誰真的雙腳踩在冰塊上 眼見為平好不好 但是好好判斷 這兩個都是戲精喔 馬上來看看 誰踩在冰塊上 請看 兩個一起演 一二三 請上 小燕子也上了嗎 大家仔細觀察喔 這很難猜耶 兩位你至少要動一下嘛 左轉右轉 有沒有想要他們做什麼動作啊 跳一下 金雞獨立 好 對不對 來 來 一號 玉芳 玉芳 金雞獨立 開始 開始 來 一腳要抬起來 腳放下 腳已經看到濕濕了對不對 對啊 好 來 小燕子 金雞獨立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那麼會忍 哇 這樣妳還忍得住啊 好 好難猜喔 真的是厲害 這太難了 好 兩位先下去好了 有沒有想叫哪一位單獨上來一下 康康哥 我要上去 那妳穿鞋子上去有什麼事 要脫鞋啊 喂 頭不見了 真的要脫鞋是不是 我要脫鞋子上去 頭鞋子給我脫鞋子 我要上來囉 好 上來 1 2 3 很會耶 上廁所 隔壁 我要小燕子 小燕子那邊我們看一下 看看 如果 我跟妳講 好 就這兩位啦 好 不能再提神 好 九車 覺得誰站在冰塊上 不知道 輝如 妳選 隨便啦 1號 1號 為什麼選她 玉芳 因為我覺得啊 玉芳姐應該是屬於那種 會反向思考 其實她站在冰塊上 但她裝得很鎮定 若無其事 對 面向操作 對 來 佩晨跟本芸呢 她剛剛一點都沒有鎮定 她剛剛一直在跳 我們選小燕子 對 我們選小燕子 因為玉芳太愛演了 對 我跟她一起拍過 其實她太愛演了 真的很愛演 對 你們兩個堅持就是不一樣的 對 剛剛都沒有影響到你們嗎 沒有 對 完全沒有耶 完全沒有耶 她剛剛 妳覺得剛剛 康康真的是 妳站在那邊是冰塊嗎 冰塊啊 確定嗎 都是冰塊 你確定嗎 那我們馬上來看答案好不好 來…先看這邊 兩位請站上來 先看上面 再來是腳的部分 來 1 2 3 小燕子 不是小燕子 太厲害了 妳要不要看看醫生 妳的腳是不是撞壞 對 好能見 在冰塊上面跳舞 妳還有直覺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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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因為妳的歌都是情歌 好 就讓九澤站在冰塊上 把他的情歌唱完 唱一段 庫管捲起來 庫管捲高 這樣 她不知道庫管是誰 預備 來唱妳的情歌 然後 因為妳我願意說 直牽妳的手 我忘記了歌子 直牽妳的手 好 直牽妳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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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腳還有知覺嗎 我跟你講 其實很痛 很痛 非常痛 妳為什麼撐得住呢 就不要我表情就好啦 因為她爸爸是 豬哥 妳不會讓我跟妳挑下去 真的 跟這沒有關係 我聽妳在睛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玉芳今天大姨媽來 不適合站在冰塊上 沒有… 這不要被人家講吧 好啦…再來第二道題目 看誰真的跟黃佳謙 在講電話 來 請看 喂 姜倩 我小燕啦 燕姿就是我嘿嘿嘿 妳是不是在學憲哥啊 喂 那個 嗆聲妳會唱了吧 什麼 妳會唱嗎 太兇了吧 好 妳不說話 喂 妳不講話 她們幾個交情都不錯 是嗎 OK 好 四歲 接近一點 幾年妹妹都不想抱 一、二、三、四、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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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最近的 幾年妹妹 她們一、一、一、一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幾個姐妹我最正 可是為什麼會 夠了…聽不下去了 好… 好… 好 第二位我們來看玉芳 來跟嘉芊講電話 來 開始 喂 喂 一號妳的可以掛掉了 不可能她 她剛掛掉她就馬上可以通話 對啊 嘉芊 對啊 我要跟你講就是那個 我今天來錄那個週日八點檔 你猜我遇到誰啊 我遇到潘慧如耶 你的死對頭耶 我遇到她 你講可能要把 這可能是假的 她沒有這個檔子 對… 有 我有問潘慧如 她說她很穩居 嗯 她說是記得騙你的 真的真的真的 她沒有知道 不會嗎 我不喜歡外國人 不然你還不會來 沒有 因為剛剛都是 那個旁邊都是憲哥啊 康哥他們在聊天 對啊 沒有 我就是在錄影 嗯 你問她許淳美是不是真的啊 康哥跟憲哥問說 昨天那個男女別管 那個 那個許淳美跟那個邱秉睿 到底是怎樣 我聽說你們收績很高齁 對啊 真的 好啦… 好… 就唱… 好… 好… 就唱… 好來 小慧跟九澤 你們兩位覺得誰 跟黃佳謙在講話呢 你覺得玉芳 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玉芳啦 玉芳 為什麼 她比較真的的感覺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她們那個節目嘛 對… 後來節目就被停掉了 是… 因為妳的關係節目停掉了 我們要了解 玉芳就瘦了 家添跟你們之間有什麼樣的誤會嗎 沒有誤會 沒有誤會 對 只因為妳比較大 就是… 就是一個雜誌寫的 寫什麼… 就是寫就是說 就是我爆料之類的 好 妳們的答案是什麼 我們也選 玉芳 也是覺得是玉芳的 怎麼變這麼沒骨氣了 對啊 不敢了 剛剛不是前面 像妳們有兩隻小猴子 她們有一隻 你們為什麼不相信我 因為妳太哈拉了 還對著電話插妳的主題 對 這是太打歌了 好 那麼現在馬上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正確解答 1 2 3 揭曉 謝謝 謝謝 妳的名字 不凶 衝衝打破 妳的名字 妳的名字 喂 妳的名字 妳的名字 玉芳很厲害 玉芳超強 好厲害 不是 芳妹 主要是她靠內容取勝 對 因為她講的那內容 真的讓人家以為她真的 因為那個內容我們都不知道 而且她真的有等 我剛剛有講說 黃家謙剛掛掉不可能就會通 她有等 她有在那邊 對 想一下 我也很厲害好不好 可以裝得這麼小 妳厲害是因為妳爸爸是 豬哥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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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謙真的敢來 對咧 來 嘉謙 喂 嘉謙 我是憲哥 憲哥 憲哥 妳好 我是康爺 喂 憲哥 看到妳就好想跟妳講一下 憲哥 妳在嗎 好 喝又不會外味 謝謝 是啊 妳那個嚇一跳啊 那個男朋友 夏克力嗎 夏克力 夏克力 夏克力就能找我 好 讓我們也希望 趕快可以看到妳 來上我們的節目好不好 好 好 謝謝嘉謙 給她熱情掌聲鼓勵 夏克力 但是時間緊迫 尋找 不安 不安 全新單元按發現場廣告之後 馬上登場 現在馬上要來看看李九澤跟潘慧如 兩個人到底誰在吃苦瓜 但是各位 這個苦瓜是就是整根的去啃 馬上來看看李九澤 潘慧如吃苦瓜 好 來 好 來 九澤你先吃 趴下去 你不要整根拿起來 咬兩口 看看你監督了它大口一點 果然是南韓 好 什麼東西 你看它有沒有吃很大口 有啊 有啊 小心嘴巴不要打開會不會看到 好 好 來 小慧輪到你 好吃喔 知道喔 來 小慧 哭叫麻煩 神 索 舊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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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朗 阿朗 好像公仔喔 小慧 來笑一下 她笑得有一點小 tay 好的 這個像孔雀餅干 還是想看誰在吃一口嗎 久澤 久澤在吃大口一點 好 趴下來 大口喔 開始 不夠 好 吞下去 阿娃 阿娃 好的 現在立刻要給答案了 好 好 來 小燕子跟玉芳 來 你們兩位選的是 九澤 為什麼 吃了兩次你還是覺得什麼 製作單位該不會讓美女吃苦瓜吧 通常這種責任應該是家務的男生 其實剛剛他們底下 那邊還有兩顆鹹蛋 苦瓜炒鹹蛋是比較重 生吃的生吃 你們的答案呢 好 我們覺得是 就是 潘慧如 好 為什麼呢 你為什麼會覺得是小燕子 因為就是Nikki 小胖子吃完之後有這個動作 就是苦瓜沒那麼多隻 愛喔 沒有這樣 他只有三滴 對 苦瓜沒那麼多隻 對 他愛也有三滴 苦瓜只有一隻放在這裡 好 好 那麼請兩位 來 準備把你的家伙拿起來吃到 1 2 3 請吃 開始 吃 要弄嗎 拿起來 拿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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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來 苦瓜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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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韓國人喔 他不知道什麼是苦的 喔 真的很苦啊 喔 恭喜答對的是我們的 魚芳小燕子 Yeah 好 再加一次 現在2比2了 2比2 所以你們再出一題好不好 再出一題 來 誰真的被腳底按摩 來 厲害了 那我們先看看 九折的好不好 腳底按摩 好不好 我會請他加強 開始 妳剛剛太假了 還沒按妳就在R喔 對 妳要心靈動 預備 起 我會好好活 等妳在愛我 總有個角落 會讓妳想起我 我會好好活 用力 等妳在愛我 想有我將坐 左右我站在這裡 身體又在等她 好 好 潘慧如小姐 好尷尬 小慧加油了 輪到妳了 預備 起 還好 真的假的啦 好痛 臉都紅了 好 有沒有想看誰再來一下 九折 你唱成這樣 你要是聽我唱歌 沒有… 只要看你不唱歌的樣子 好 預備 李九澤開始 開始 2號李九澤 你留下 要唱就對了 跟我面對寂寞 寂寞不 唱 停 停… 好 就這樣 就這樣 她怎麼被腳底按摩 變馬國畢在唱歌 滿像馬國畢的 本來唱得很好 來 小燕子跟玉芳 您選擇的是 九折 九折是2號 他是被腳底按摩 確定 好…確定 這是有機可循的 好 那你們呢 妳也選九折 因為我們現在同單同分對不對 要聽他們講 原因嘛 好 拚了 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是小慧 因為她可能本身就很能忍 所以沒那麼痛的樣子 硬是要尖叫兩聲 來硬個場面 小慧的個性是真的很堅忍不拔 對 她搞不好這樣 我就預告她 她將來懷孕生子的時候 可能醫生一邊在生她 一邊在打毛線 醫生有沒有快點 她一家一排 大家只能夠打牌 太能忍了 確定是她 確定是她 好 請揭曉 開始 來 開始 用力用力 因為我會好好過 正平在我 就有更多 好 來…訪問一下 好 停… 停 那麼請這位大師 你剛按的地方是屬於她 身體上哪一個部分 腎 腎 腎臟的部分 你剛這樣 她一按會叫得很厲害 這個是什麼意思 腎盔 你好面熟 你是不是有幫我做過啊 沒有 她是那個工作人員 蛤 那為什麼莫名其妙來一次 她就租衣服 比請一個老師還要便宜 那就好 好 對啦…自己能做的 我們就做好不好 好 厲害…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我們李九澤 恭喜我們今天的冠軍 玉芳跟小燕子 歡迎 謝謝 好 來 謝謝 好 今天也非常感謝他們 各位一起來參加我們的節目好不好 再次謝謝他們 還有更精采的單元 Yo 6月22號下午一天 台北新裝某地 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無動限制康康一行人來到了案發現場 明進高水 明夾球好 暗風限制康 馬上破案 厲害了 那麼在這邊藏了三個嫌疑飯 是的 還有三個疑點 是的 還有來了兩位草民 是的 就是我們兩位 好朋友 對 歡迎兩位 來 你好 瓜哥好 沒想到來了還是情侶檔 也是 對 不要這樣講 男生女生貝 歡迎你來貝 那你知道今天剛剛有沒有看到 後面這個畫面裡面有嗎 有 父母親 同時他們這家非常幸福 是一個Family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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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他們都很清楚了 這一位有嗎 媽媽 爸爸 跟兩男一女 喂 是 阿雅 喂 不要亂講 爸爸 不要亂講 這是我們的好朋友 段貝山 喂 認養三個 這個是他們的孩子 這個是爸爸 何忠雄 喂 像不像我們的好朋友 那今天他們這個家庭很美滿 但是現在有三個嫌疑犯藏在他們家裡 同時有三個疑點就在這個案發現場裡面 那我們今天當然如果說你們能夠找到這六個疑點出來 三個嫌疑犯跟三個疑點的話 那麼這個獎金就是你們的 如果 如果 IF如果說沒有找到這個疑點的話 六萬塊獎金就算他們的 這樣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 不… 要公平公正公開捍衛我們的獎金 好 好 住在新庄的林品為一家人 在七十平大的房子裡住的林爸爸林媽媽 三個小孩以及祖母跟外婆一家七口 經過討論 決定進行躲藏的人選是林爸爸林妹妹以及林弟弟 而林爸爸家中的格局主要是有客廳 飯廳 以及三個房間和一間倉庫 所以躲藏和物品找茶的位置也會集中在這些區域 按發現場規則說明 主持人會與家人同力合作 將三位家庭成員藏起來 再加上三個物品找茶餅 只要在現實四十五分鐘之內 藝人們不能夠即時把這些人跟有問題的物品找出來 家人們就可以獲得獎金六萬元 這就是六萬元 各位 新台幣白花花的 這是道具嗎 這真的甜 各位 看一看 白花花的 白花花 喂 幹什麼 連大嫂都想上 看她耳朵有沒有夠 夠 對… 好好注意 你們兩位先休息一下 好 我們先去布點 待會兒你們再來好好來找尋你們這個答案 好不好 跟我面子走 兩位客廳坐一下 Let's go 跟著我 你看我看 厲害了 厲害… 這裡看就算男屬人 對… 這裡是媽媽的 阿嬤 這是奶奶 對不對 我看就知道 這個是媽咪 好人 年輕的媽咪 這個大兒子 大女兒 大女兒子 應該是差不多十六十五六歲 十七 十七 跟妳的女兒差不多 我得十五歲而已 不錯 你看一家人 合得融融 媽媽從事什麼行業 營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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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業削爆了 對不對 喂 所以你們三位等一下 好好把自己藏力 同時有三個可疑的疑點 我們找茶的茶點 讓他們一起來找 如果他們兩個蠢蛋 沒有辦法找出這六項疑點的話 這一筆就是妳的了 你看 有沒有 好 好 不如小虎 對不對 阿嬤 你給我看看 肥仔錢就扣進去 有沒有看到 六萬元獎金等一下就 可能是你們的 注意 現在先把它攪起來 好不好 上鎖 鑰匙在這邊 鑰匙在這邊 要不趁現在 好不好 來 所以如果過關的話 好嗎 六萬元獎金就是你們了 準備好了嗎 好 趕快帶我們去布典 好嗎 這交給你們 來 林先生 你好 你們這個地方好長 好長呢 好長 藏在櫃子上 櫃子上 他們也沒開 不會 這個箱子 他們這個 還有 心機這個 他放米 裡面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兒子真的 纏在這裡 好 對 等一下他們 小心 小心 你看 你們真的被暗發現 下次要讓他們更難找 你就躲在冷氣機後面 有沒有 冷氣機 暗冷氣還在發動 真的嗎 剛好可憐 我床底下怎麼都遜掉 弟弟你還在嗎 沒有 OK 滾倒了不容易找不到 不會出聲音嗎 好 好 沒有聽到口音不能這樣 我們是 我們是那個綜藝節目 不是生死一瞬間 好 女人要躲這裡是嗎 來 我跟你講 不如女人這裡 你就叫她蹲這裡 蹲這裡 越危險 但是反而安全 你假裝自己是一個電風扇 然後她過來 一定要有風 搞不好找我 算了 找你 這個永遠找不到 怎麼可能 哇靠 女兒有學過縮骨功 讚讚讚讚讚 來行 這六萬塊他們勢在地 給我 來 這樣 你就不能動 哇 多一拜一拜 這裝飾設計 哇 真的耶 這怎麼找的 憲哥 這麼多CD竟然沒有你兵 憲哥 憲哥 OK 我的有 有你的啦 還說沒黏的 所以你要康康就對自己 沒信心 真的嗎 對耶 還有買一片你的 我就覺得 會對康康還是滿好的 有沒有 酷斯拉 電影也 我們 酷斯拉 妹妹在裡面OK吧 可以 裡面 還一定要搬家 那這邊看看 這邊 可以 有 寶寶你還好嗎 寶寶我來 可以 可以 可可終於將林弟弟 及林妹妹給藏好了 接下來 林爸爸帶著憲哥及康康 來到主臥房 看看林爸爸準備好的物品 找插體 在這些香片裡面 謝謝 這麼白癡的點 看不出來嗎 還有一個嗎 還有一個嗎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再外面 好白癡 不錯耶 還有一個 哪裡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這個啊 長荊棘 然後是長荊棘 這是榕樹嗎 對 榕樹 榕樹 榕樹怎麼可以長荊棘 還有檸檬 還有檸檬 你要躲在哪裡 林爸爸真是太厲害了 既然有辦法想出這麼棒的一點 目前林弟弟是躲在自己的房間 衣櫃上 一直這樣遮起來 林妹妹是躲在飯廳CD架後面 另外 住屋房中的全家服照片 客廳的膠指頭 和陽台的榕樹 也都動了手腳 那林爸爸到底要躲在哪裡呢 有在馬居肉是找到他們嗎 我覺得不好找耶 我覺得很好找 為什麼 因為是 爸爸弟弟 爸爸弟弟妹妹 我來找爸爸 好 妳可以那個 引誘他出來 對 鼓勵說爸爸好帥 以後約會這樣 然後爸爸可以出來 我來找妹妹 你要找妹妹 好 我找弟弟好了 很好吃 很好吃 這間店是主獲室的地方 認識到主獲室有兩個儀儀 有一個照片 那我可以 那我可以 推一下你走哪 車喔 好 等一下你等一下進來 等一下樓梯要翻走 這間是等於是 醫務間就對了 醫務間來 好 等一下 這間交界 哇靠 太麻煩了 這是道具房嗎 欸 這是根本真的是自己的家 我跟你講 沒有 像我們家也有一些 放金庫 金庫 等他們有飲食 只是你很有錢 然後把很多都放 沒有沒有 存在銀行 你也講出來 撒 等一下 可以 樓梯我再拿走 這種感覺好像 他要拍不可人的任務 還是布魯斯威力 都是經常要爬這 不會等的人陷下來 喔 喔 那種棒 在 我靠 這怎麼找得到啊 好 欸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要留一點 線索裡面 就容易 但是我們靠就不靠 這樣 這樣 這就是線索啦 謝謝 兩大神態 六大疑點 他們倆能夠關呢 案發現場廣告時候 再當重返現場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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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的房間是吧 剛剛兩個 剛剛兩個已經好接近了又跑掉了 喂 你是來抓尖的 阿貴喔 等等等等 妹妹 那不是啦 那不是 那可以抓完再來過一點嗎 不可能啦 阿貴喔怎麼可能 不可能嗎 阿貴喔 阿貴阿貴 阿貴已經把柄了 把柄把柄把它扭下來了 我靠 幹嘛弄人家的內褲啊 你要弄人啊 你有把柄在我手撐啊 怎麼那麼多 不會 欸 馬丘 卡丘頭了這個 卡丘頭了 安全控告幹嘛 沒有啦 這是爸爸跟媽媽的啦 我只能告訴你 離我差不多 三公尺左右的地方 就有一個答案 離我三公尺左右的地方 就有一個答案 你們到底是要在哪一邊 欸 馬丘 馬丘不要分開 馬丘先來啦 那哪裡 離我三公尺的地方 就有一個答案 三公尺的地方 這邊好像有線索耶 三公尺 真的 應該差不多三公尺 一公尺半 好緊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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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尺外掉了啦 玩他的 反正他們有六萬 有聲音 為什麼要出聲音啦 為什麼要出聲音啦 為什麼要出聲音 抓到 找到了 抓到是妹妹 躲在裡面 抓出來歐仔 其實她剛剛又放棄了 妹妹妳又叫出來 對 我們要放棄了耶 躲在飯堆CD架後面的妹妹 首先被詢獲 宣告破案 好 沒想到找 裡面悶不悶啊 好悶啊 妹妹 很多人寫情書給你喔 剛剛我們有看到 我們在你房間都有看到 而且你內褲還蠻性感 喂 馬丘有 馬丘有亂穿 馬丘有姊姊翻你的內褲 什麼 好 恭喜 你把他復原好嗎 你這什麼意思啊 沒有 就沒有 你硬要搓裡面 好 恭喜找到第一個 對啊 前一半 好 主臥室 就在我的右手裡 要找茬嗎 告訴你們 主臥室裡面有兩個 狀態 兩個 是 對 對 對 好 好 好 應該應該是這個吧 主臥室 有兩個E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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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好 媽媽的光明都是銀材 喔 都是外雙膝耶 不可以拿 幹什麼 他看到外雙膝的名牌 欸 有沒有看到奇怪的東西 這個 欸 不要打破人要賠了 我跟你講 這是什麼 都是 喔 我發現了 憲哥 憲哥變爸爸 憲哥 怎麼這麼多一個家庭啊 憲哥原來是他們真正的爸爸 好 原來女人就是他們開玩笑是真的 恭喜 房間內竟然有憲哥的全家庭照片 太明顯了 宣告破安 好 那麼這個足獲室裡面現在還有剩下最後一個疑點 這邊 我剛剛已經在懷疑這個衣服的地方 鞋底 那 馬修 馬修哪裡 哪裏 哪裡 那裏 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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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下 這啦 那沒有啦 那邊嗎 那邊啊 哪邊 很難找 我就不相信 這裡面豪宅 真的是豪宅 對啊 對啊 電話有來了 我們不可以接吧 人家要提供線索 真的 你找那邊我找那邊 好 人家提供線索 我們要接嗎 接啊 快點 好 提供線索 你等一下去 你會不會接電話 喂 四號 猶榮你好 兩個郭貼嗎 兩個郭貼 八個酸辣湯 你詐騙集團的齁 欸 他說我在星光集團 買了六萬塊的東西 真的喔 然後說什麼 如果是本人請按酒 要不要按 對 來啦 我跟他講一下 你跟他講 喂 喂 謝謝你喔 詐騙集團 對啊 好嚴重耶 對啊 有聽到嗎 聲音 啊 好 那你繼續找 我們有時間了 那一件還沒找完喔 我們就在這裡等 梯子很奇怪啊 手電筒很奇怪 梯子為什麼會在這呢 好 快點 歐經 你快點看 我幫你再移動 有沒有人壓住的感覺 爸爸 爸爸 我找到你了 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本來是玩遊戲找一找 結果真的找到屍體 喂 沒有沒有 怎麼可能 你有沒有好好找 有啦 好 我來找 你很粗魯咧 沒有啊 你爬上去看看 神經病你這爬上去 快點爬上去 天花板會掉下來了 天花板會掉下來了 快要被拿走 你比較輕啦 你上去 你快點啦 你上去啦 我上不去這個很薄啦 可以啦 去啦 不行啦 妹妹被抓到了對不對 還有我的照片也被抓到了 現在他們要爬那一天有沒有 爸爸躲在那一天 你不想要躲住啊 現在要27分 那過了18分鐘嘛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剛才算得真準 因為我不是很想說 爸爸去保險 對啊 對啊 沒關係啊 其實這個很難啊 有沒有 外面對不對 金桔檸檬多難啊 因為拿了6萬塊 答案做什麼 蛤 來啊 等一下 去巴黎島訂點 Vila度假 巴黎島訂 Vila訂點度假了 我以為是捐給什麼慈善 巴黎島訂點度假 巴黎島訂點度假 還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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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哪一家 哎呀不錯啦 不錯啦 不錯啦 你快點爬啊 這個上不去啊 這個太薄了 爸爸真的不可能在那嗎 不可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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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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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弄壞了 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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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氣喔 不要跟我第一組啦 那都不把啊 這個 天啊把他破掉了 要賠錢 警察 怎麼可以在這邊喝啦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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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Oddy 釘在那啦 可以上去嗎 破掉不用賠錢喔 可以 那邊不可能啦 有啦 有啦 不可能啦 Makio有嗎 有 有就拿掉 欸咻 還是要結婚 來 漂亮 Oddy漂亮 欸咻 有沒有 哪裡沒人 沒有人啦 沒有人啦 欸咻 有啦 欸咻 上去了 對 對 等一下 我把他破掉 這我把他破掉 這我把他破掉 哪裡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啦 你也開了啦 你也開了啦 我賠錢了啦 那我爬 踩我背 爸爸 哇 Oddy 你真的比小豬好耶 還叫他踩你背 小豬也叫他踩他背 但是是按摩的那種 好 上 有沒有 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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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剛剛說那個天花板會掉 在找嗎 怎麼會 會 怎麼上去找不到爸爸 我真的找到了 耶 耶 爸爸有沒有很緊張 很緊張 好緊張 好緊張 對不對 左偏 馬基尔自己上去 爸爸個性好 你的媽媽 有啊 媽媽的味道 跟我發生牛的味道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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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有什麼 爸爸有什麼 對 爸爸會 有沒有收藏DVD的那個 喂 沒找到嗎 沒找到嗎 馬基尔真的很厲害 以後當他老公的人要 小心了 好會找喔 然後那個Oddy說不可能 他一定在上面 有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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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爸爸被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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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欸 我跟你講 你們剩下25分鐘的時間 已經過去了24分鐘了 所以你們現在是24分鐘的時間 上庭不時不算 你們等一下現在剩下 客廳還有那一區兩個房間 好 你怎麼找的啊 我爬過去啊 那那個 那個人昏倒了之後 怎麼沒下來啊 他在電話板上的爸爸 躲得如此隱密 還是不幸被發現 炫告不安 喂 可以下來了 喂 這是一個嗎 可是我們要讓爸爸 爸爸你 等一下等一下 爸爸等一下喔 等一下 這樣可以嗎 你看看 阿嬤跟奶奶 你啊 越來越心虛有沒有 連笑容都有點僵 有沒有看到 好 女警好好的 不是啦 你很接近 你很接近 等一下 你很接近 爸爸不知怎麼下來 別理他啦 誰在躲那 不知怎麼下來 我們每一個把他在 他一隻腳在 躲到 躲到天花板 對 不理他 躲到天花板 各位 就從我這一區裡面啊 還有三個雨點 三個 就在這邊了嗎 客廳 也有可能 房間 也有可能 陽台 也有可能 我要講這邊就靠你了啦 來 這是別人的 老弟 你這個找東西啊 要跟Makio一樣 天馬行空 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邏輯 對嘛 Makio以後你老公真的躲不了啊 天馬行空 沒有 這個 你竟然被擋著 對啊 來 請坐 請坐 你看 你還說我沒用 那個天花板把他這種體重 我上去 對啊 哇 要破掉了耶 剩下多少23分鐘 你慢慢聊天嗎 我講 老弟 你要找東西不能按到 老弟 你要天馬行空啊 要天馬行空是嗎 對嘛 要天馬行空是嗎 啊 跑到人了耶 那個 古代人不會拿那個 膠子頭上面有一隻M16 對 M16 有嗎 有嗎 看一下 恭喜答對 16個 搞回 搞回 還會對你好弱喔 啊 膠子頭上的古人 竟然拿著步槍 真扯呀 宣告不安 最後兩項 其實算來蠻簡單的 但我們 完全不會給你們任何的提示 不再給你們提示了 六萬塊 好嗎 最後幾分鐘 還有剩下22分鐘 22分鐘 一半 可以分頭形式嗎 馬行空越來越近 馬行空 不行不行 要一起找 弟弟你沒洗腳 我 OK 沒有 沒有 什麼地方不好找 找到人家腳底下 你們都沒有想到那個 案發妹嗎 他哪裡有不一樣的地方嘛 他內衣顏色不搭 他內衣顏色不搭 欸 歐弟耶 歐弟啊 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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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這樣還是 歐弟你這樣不能拍 我找到了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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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帶電風扇在裡面吹 我又聽到 哎呀 電風扇是 你被電風扇給害了 好 耶 躲在衣櫃上的弟弟 因為電風扇的聲音而被抓到 真是太不小心了 尋告不安 各位 沒有 電風扇 我跟你講喔 你們兩個現在剩下 最後一個疑點 對 找到那個疑點找到的話 六萬塊獎金你們的 沒找到那個疑點的話 六萬塊就是臨家了 馬行 努力加油 努力 你都沒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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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這個是疑點 現在剩十分鐘喔 最後十分鐘啦 把握機會 十分鐘而已啦 弟弟 你怎麼會有女生的娃娃 快快 男生的房間不可能有 各位這不是疑點 女生的娃娃 來 很簡單講 客居裡面為什麼有 客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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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這是照片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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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現在剩下六分鐘 快一點 快一點 我眼…我眼睛這裡就看得到了 我眼睛這裡就…而且很明顯 清清楚楚 你眼睛這裡就看得到 最後一個疑點 你看我眼睛 你不能再提示 憲哥 你不能一直提示啦 我知道了 請你原諒 我知道了 心生 你眼在家人身上 沒有 沒有嗎 不可能 這個很奇怪 那不會 那自己人不可能 冷靜 最後我會讓他冷靜 正式 那個中另外一半是禁止 六分一秒 五九 五九 說算了 這個時鐘的十分 五分五十七秒 對 對我剛剛看過 對啊 憲哥從那邊看很明顯 憲哥我敢不可以唱一首歌 唉唷 不行不行 你唱那個歌 他一定知道 你以為我不知道要唱哪一首啊 危險 我眼睛 哪有融樹 哪裡有融樹 我嚇壞 嚇得都撇瘋了 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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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go 榕樹掌荊棘擠檸檬 我看一下誰要投就 恭喜四分四十六秒 正式宣告可怕 榕樹上竟然長的荊棘檸檬 實在有夠瞎 斷你們眼間 宣告破案 厲害了 兩位真的太厲害了 沒想到榕樹掌柳丁 掌荊棘檸檬 我太低估他們了 對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 這次有萬塊獎金拿不到 都要怪他 還有 我本來要唱那個檸檬樹就算了 他還唱 對啊 可是一般的榕樹 都是長在外面比較多 而且誰知道我聽到前奏 我就會接唱 這是他有懂音樂 如果是他他會找到北國去 因為北國之春 你看 榕樹是一個嘛 天馬行空這裡又一個嘛 對不對 音響架裡面躲了一個妹妹 爸爸躲在天花板 天花板 但是這個也要靠 也要其實妹妹自己嚇到自己 對 反正他們有六萬元 然後弟弟藏電風扇在裡面 那個盒子 發出那個電 因為太熱了你知道嗎 弟弟還帶電風扇在裡面吹 弟弟也被找到 對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 項片 爸爸 恭喜來六萬元獎金 好 謝謝 今天我們也特別要感謝來到我們的鄰家 他們這個真的是讓我們感覺到家庭的重要性 有沒有 他們那個家人之間的相心理有沒有 他們每一個人看起來磁眉善目 對 這個實際上社會上很重要的中天分子 爸爸是搞銀劍的 你們這樣吃得相當不錯 感謝你們啦 記得每個禮拜天的晚上八點要看什麼 終於八點到 那就對了吧 成功 案發現場結案精彩內容廣告之後繼續登場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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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你表情拍光 我心得啥 我也不夢 一哈 一哈 我身著我 一哈 他的舞劍 他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